開始計算,那天叫國軍勝利 但是一般來說都是用8月14日做一個標準 所以9月3日就是中華民國的中國軍人節 這個也是紀念當時的中國勝利 對當年中華民國的國軍、將士 對守土為家,貢獻一生捐軀的一個紀念 神州社也做了兩個活動,但我忘了上載照片 不過我們每年都是 圖片展覽,還有去日本領事館 警惕一下他們 你不要亂來,軍國主義你不要復辟 誠心向中國人道歉 我們都搞了兩個活動,不過沒有上 你老友小強來香港道歉 今天大家都看新聞,看到 那些強國總理,李克強來香港 果然是強國總理,不同凡響 一來到,未到,將會經過的道路 又要封鎖,安檢,結果不幸安檢 就掉落地了,雷死人 對,雷死人 以上一次雞苗的例子 叫人不要抗議,那就是雷死的警察 我們是不是應該叫強國小強 或者這些大強小強 那些什麼習總 你都不要來香港,大哥 那就是雷死了我們香港 大家要留意 過去很多人來過 江澤民都來過 那時候國家主席 由黨總書記來到香港 黨隊都是用一個訪問 今天強國用視察 視察就是電視機的視 不是,看電視 察覺的察覺 這是上對下的用語 絕對他表現一種 果然不同凡響的強國風範 你搞錯 中央對地方 中央對地方 對地方上的指指點點 難怪曾先生 真的急急忙忙的 又封路 又這樣 那條橋,中信橋都被封了 政府總部退到 去 中大 港大 中大 港大 一百年 一百年 不過他今天來 其實訪問老人院 又說去探望家庭 又去探望家庭 單體這兩個項目都親民 訪問老人院 不過就 假親民 我又說一些例子 其實訪問公屋家庭 事前都安排好的 都做就這樣做 以前我住屋邨 港督衛奕信 就來訪問我來這村 我那時候都是委會的主要人物 他就叫我們找一戶給他 然後同一戶就會大肆裝修 換過家具 這樣來的大哥 說你這麼好樹容 那小強你來 那要幫人換到屋邨 有啊 可以換成屋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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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換成屋 我們人民力量都會歡迎 是 星期四 18號 1點半 我們在統一中心下 D出口 D出口 11點半 大家到 都不要緊 我們就有行 我們最遲兩點前出發 因為要走過去新政府總部那邊 我們希望已經有五百人 有沒有 那麼多 可能不止 我不知道 總之 打個折也沒所謂 麥兄又在這裡吹了雞 請大家聽眾 有時間就1點半 到時我們顯示香港人的 熱情 要求民主的熱情 對小強的歡迎 對 我們給點 有些什麼 噱頭 堅密 有些驚訝 不過我們這次不扔飛機 不扔飛機 不玩飛機 這樣 那就搞些很堅密 保持神秘 保持神秘 希望大家來參與 還有所有參加者都可以參與 根據麥先生說 總之 會有一個比較新穎的手法 去做行動 請願示威 當然要有些 不會太死板 有些很動感的畫面 大家看到的 但是我們又很斯文 又不會衝擊 但是又會 顯示我們香港市民 民主的質素 是 我們爭取民主的 不會嚇唆小強的 不會 不會 不會嚇唆小強的 不會 不會嚇唆小強的 那個場面 如果我自己去拍攝 應該就 好玩過擲飛機 好玩過擲飛機 對 又好看過擲飛機 又色彩又艷麗過擲飛機 總之我們人民力量 說的是 和平你勝 非暴力 還有一個 一定粗口 對 一定開心 有香港特色 有香港特色 總之大家有時間 參與 希望大家來參與 我們麥卿那天 負責 那天的活動 指揮 指揮 跟我們恩申講 副主席 沒錯 因為我們主席 劉翁 跟大舊去了澳紐 訪問 網民 見面 對面 我看到Facebook 他們兩位都很開心 不錯 好像下雪 紐西蘭 正數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 熱到混蛋 總之 希望大家來參與 顯成我們香港的民主 好 或者我們 吹完雞了 吹完雞了 差不多了 大家 聽到雞聲 自動獻身 十爆 星期四 一點半就好 兩點出發 上一次我們就 講完鄭江山 講完共產黨 講完共產黨 講完長征 又要講回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 一直來講 國力都是很弱的 是 就算對軍閥也好 對共產黨也好 對共產黨也好 又被軍閥牽制著 中原大戰 最後就是 要張學良 一聲號令 三十萬大軍 入關 才解除了國民政府 那個難關 其實說 如果我們從清潑開始數 我們從1895年開始計 整個華時代 一直落落到民國 中國都是被人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印象 如果大家有印象 留了一條鞭 滿清留了一條鞭 然後入了民國 之後剪了一條鞭 不過就很窮 但是我們這個印象 在外國的電影 好像都是歷久不衰 都是留了一條鞭 鼓鼓叔叔 失色不掛 嘲笑對象 被人抓住一條鞭 即使今時今日 我們所謂的強國撥起 不是撥起 撥起 清紛匯 即是在外國人的心目中 好像都是這樣 其實沒有騙的 壓根兒都是這樣 即是不理你什麼成蟲 成龍 什麼恩子丹 打到飛起都好 在外國人的眼中 中國人始終都是這樣的 都是窮啊 愚昧啊 即是在外國人的眼中 眼是撥不起的 整個國家的角力都好像很低層 即是 即是給人的感覺就是 嘩 真的好像 喂 分分鐘就倒了 你看我們強國那些 那些領導人出去 說話 你看我們溫總說話 哇真是 慢吞吞吞 是 三個字 我跟那個鐵道部部長說 救人 就是 慢到就糟糕了 就是 死了 就是在外國人的眼中 你們這些中國人就這麼拘謹 是吧 就這麼虎縮 是吧 就是完全沒有撥起那個 這樣的形象 那麼好了 這個印象呢 這樣 蔣介石都知道 但是怎麼打到 中國人的職業這麼久 所以蔣介石就提出 一個黃金十年 就是新生活運動 希望呢 在這個十年裏面 能夠改造中國人 就是 新生活運動呢 一直到四九年 我們說中間的一段黃金十年 這十年呢 是對整個中國的經濟 是一個很突出的一個表現 就是 簡單說 我們1928年 1937 是 一個黃金十年 最後整個角力呢 真的最後就跟日本人打了八年 這個不簡單的 就是 阿錢聽說 奠基了 這個後來抗日的 那個基礎 就是你看看日本人多強 當時 哇 強到軍艦 哇 大炮飛機 兵力 人的質素 我們都說 坦白說 日本人的質素都不差 軍人的質素 日本人的質素 絕對優勢 哇 這樣的角力 其實當時 日本的人口都一百億 是 差不多 差不多 接近一億 其實當時中國人口 說的多少 四萬萬 四億 嚴格地打他 真的跟他這樣組 但是 居然 第一 抗戰打八年 第二 打贏他 拖嵌他 頂得順之餘 又打贏他 起碼頂了四年 是吧 就是獨力 中國獨力頂了四年 中國獨力頂了四年 自己 就是 玩符合打壓 速 速近一點 哇 那頂了四年 跟著 美國 不斷運一些東西 難聽一點 美國當時抗戰都是 所謂靠鐵面鐵路 不是 公路 公路 才是公路 運一些物資來 喂 物資找得多少 坦白說 而且沒什麼好處 他運東西給你 你要派軍隊去 救回他的 對 就是緬甸縣徵軍 也是穩困的 所以其實這十年 都對整個中國 嚴格地回到這幅地 這十年 那十年其實 是不容易的 得來的不容易的成就 譬如說在大學方面的改革 在銀行方面的改革 以及在地方 政府的改革方面 其實都有很大的 農業的鐵路 就是 收租了很多鐵路 是 農業有這個 二五政策 是吧 所以 這個十年 是奠定了 這個八年抗戰的根基 其實沒有這十年 老實說 那八年都不用打的 對 嚴格地說 蔣宗正 我們叫做 1928年 就是統一 就是不乏 完成統一了 但是中間過程 其實都在打仗 然後 自己是中原大戰 中原大戰 但是坦白說也是打連的 但是跟著共產黨 在蘇區又砌了一輪 沼貢 沼貢 跟著就追他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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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征了 走來走去 其實 嚴格地說 有一半的精力 都是打仗 但是打仗 同時呢 推行整個經濟改革 教育改革 就是收足公路 還有那個 幣制改革 就是貨幣 錢改革很重要 我想 其實真的要賺 蔣宗正 蔣介石 對於共產黨 對於共產黨來說 今天很多輸 都已經抨擊到很厲害 現在就可能 小小 就 為了統戰 為了統戰 都說他做了一些事 不過 以一個 當時的軍人的教育 蔣宗正是軍人教育 但是他就 有一個經濟的思維 其實相當不錯 其實好像對那個 當時 1927年 其實 滿清時代 大家都知道 用 銀兩 銀兩 本清人 那 跟著 銀元 大家都說過 袁大頭 北京政府的時候 北洋軍閥的時候 袁大頭 整個 所有 那些貿易 有銀元 總之又 叫做 大洋 然後又有 銀兩 其實 嚴格說 大家就相信這些東西 買東西 麻煩你 有沒有銀兩 大洋 如果今天 你以為我 找一些港幣出來 找紙幣出來 喂 沒人相信 其實 有一個很大的改革 改革什麼呢 就是那個 貨幣改革 因為 原來是在 我不知道 例如南京 南京 一元 原來去到 福建 可能只有五毛錢 大家各省各地 貨幣的價值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那又有這個 有一個 離稅 原來離稅是來自清朝的時候 因為要年年打仗 沒有錢 省和省之間運東西 是的 還有製造很多這些稅的項目出來 是的 徵收什麼稅 什麼稅 好像現在大陸那些 那時候 十年前 地方政府和農民收的稅 過橋稅 收地稅 保老稅 原來一百六十幾種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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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離稅 就是在清朝 那裡 來到民國 都有的 都有的 這個稅制 就令到中國 很積楊 金 銀 就是那個 幣值方面 亂籠的 這裡可以補充一點 為什麼有個離稅呢 其實那個離稅 也叫做離金 因為中國 自從 清活之後 那個海關的收入 其實就是控制了在外國人手上 那 中國有的 就只是自己省內的 那些的錢 那於是怎麼辦呢 不如 就在自己省 省和省之間 互相 去運貨物的時候 都要抽稅 抽稅 這樣 就去 彌補開支 那樣 好像國中有國 那樣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笑話 所以這個是問題 其實當時這麼混亂 其實 反正來說 世界出現什麼問題 1931年的時候 其實是 世界經濟蕭條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看到那些 美國 美國是 掛著那個牌子 我沒有工作 找一份工作 那時候在那個 什麼 那個廣場 哈密敵廣場 很出名 其實是193年 那個 原主是1929年 華爾街 股票大社 是 那你延續1931年 整個歐洲 美國經濟是大衰退的 臨到根本 喂 那些經濟衰退到不得了 沒有東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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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都沒有 喂 圍圍到你中國 其實當時 都很多人沒有東西做 都沒有東西做 不過呢 蔣宗正就很厲害 他就真的 都要賺 其實 推行這個 經濟改革 他就 1934年 那就 用一個 推行一個 銀元政策 就是 將所有銀兩 全部廢掉 歸一 用銀元 是吧 杜亮行其實也是統一的 那時候杜亮行也不統一 那時候杜亮行也不統一 但是在秦朝的時候 一旦就搞定了 就是 一路經過幾個朝代的演變 搞到他問過的時候 原來都不統一 就是 你現在一帳 原來只有一帳 買帳 買帳 這個三元抵 那個兩元重抵 喂 原來他單位不用贏 單位不用贏 喂 你十元一斤 他十元一斤 那他只有兩元 怎麼搞的 挖錢 不是對 所以杜亮行那時候 都是很亂的 所以 都在黃金十年裡 將他統一了 是啊 不過 接著 都說到 因為 國外那個 因為當時出銀元 用白銀來做 白銀來做 白銀去當時 就說 0.752 一兩白銀 就夠了一元 但是你知道 今天來說 如果有人炒開股票 炒開貨幣 都知道 黃金 常常上升 黃金也上升 銀也上升 當時經濟衰退 現在銀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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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銀也上升 被收購 流走 那流走怎麼辦 大姐了 因為銀的重量 比銀還貴 貴過銀 貴過錢 不如拿出去賣 拿出去 美國賣 最後三年 就推行了四大銀行 推行一個 定了法幣 紙幣 這個影響很大 這個影響很大 這個呢 都是由中銀行 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 還有那個 就是中國農民銀行 四大銀行 去定了那個 發幣 這個 那中國的 第一個紙幣 1903年開始 當然這個 也有一個後話 最後就是 日後 1949年不見 通貨辦張 通貨辦張 不見了天下 都是因為法幣 是 所以 所以 叫做 有好有不好 但無論怎樣說 1903年 通貨幣之後 全國貨幣統一 這個呢 就令到 就是 那些人呢 就是村州過省 做生意 又方便了 就是 統一的 對 很重要的 錢 對 不知為何 2000年之後 還會重度 複設 這個 沒辦法 difference 那些 是不是跟中國人有關 哈哈 每個人都是大 每個人都是 我最適合的 這個是清朝 滅亡之後 就是 中國四分五裂 所造成的一些 後果 真的是 笑死人的 你有你的 一套 我有我的一套 大家那套 又不match 中間就好像中國和外國人買東西 每個省 每個軍閥割據的地方 跟其他那些都有自己那套 那套制度 所以呢 其實現在都有的 就是 怎樣的情況呢 所謂有的意思就是 現在都有這樣的思想 你如果同省的人呢 一見到那邊 就會講回自己的本省 那些土話 方言 我隔壁講過 我和你講 上海話 上海人見到就講上海話 是 廣東人見到就講廣府話 這些就是 可能是 壓根兒 根深蒂固的思想 這個是 鄉土情 是不是 好像我自己 上海人那樣 我見到那些上海人 一講兩句 我又講兩句 他很開心的 大家都開心 就是 有些老人家 見到 你上海人來講 我講幾句 就當我兒子那樣辦 這是很正常的 這些 尤其是他鄉耀故知 自己鄉下的人 他特別開心 所以 黃金十年 我們不斷說 這些數字 我們給公路 鐵路 鐵路 鐵路的公路建設 1931年前 中國的鐵路一場 大概是 一萬三千公里 到了1933年 到了1937年 除了東北之外 是三千三百公里 到了1937年 已經完成了十一萬公里 也很厲害 很厲害 鐵路運兵 鐵路 幾年之間 跟現在大陸都差不多 穩不穩陣 不過那時候 我們不是用 那時候穩陣 我們不是高鐵 鐵路是五足橋的 幾十里 在地上走的 就是時速幾十里 地面走的 不快沒事 最多是沉降 齊齊沉降 齊齊沉降 會成列車飛到地上 也不會追尾 那時候是用肉眼看的 通訊設備沒有那麼好 找一個人 拿著兩個波板 去搖搖搖搖搖搖 對 另外我們也說 電話線 當時那些通訊 有郵政 有電話線 電話線都厲害 1922年的時候 就是四千公里的電話線 最後呢 1937年之後 五十五萬 好像五千 即六千公里 其實倍數增長很厲害 電話線很厲害 就是整個通訊網絡 通訊網絡 油證 輪船的噸位 1928年的時候 是二十九噸 193年的時候 六十七萬噸 哇 二十九和六十七萬噸很遠 很遠 即是在說 萬倍這樣計算 所以 好了 兵工業生產 這個真的很重要 奠定了將來 未來八年的打 即是和日本的打仗 有的 部槍 機關槍 追擊炮 炸彈 等等 在那個時候 就開始自己做這些 這些兵器 在八年抗治裡面 沒有了這十年 其實就很難打仗 所以 最後結論 就是 有些人就說 當時 日本人 不斷向中國挑釁 而蔣介石 都處處隱陽 因為 蔣介石 覺得 這段時間很重要 他想口吃 口直覺 大哥 我現在 赤手空拳 跟你打 我怎麼夠你打 我忍了這彈 不就尿器 我頂你的肺 我咬緊牙根 我做多兩支槍 我明天 你三條也好 我死一個 你也死三個 現在我跟你打 我死十個 你一個都不傷 所以 這個黃金十年 是 真是很重要的 但是 裡面太多數字了 在這裡講 我們講完 我也是接書講 大家也都記不到 所以 我們都講一下 只是黃金十年 這十年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十年 好 我們下一集 我們講 軍事現代化先 我們下一集講 應該進入九一八 那早前 都 對 一會兒 好 從花崗上 為九一八事變之前 我們來一個 唱歌 大家懷念這首歌 好 第二節再見